南韓首都首爾最近舉辦國際觀光博覽會 多國旅遊業者搶工商機 台湾館現場邀請參觀民眾和吉祥舞 歐雄合影掛天燈許願 用巨型筷子夾珍珠等活動炒熱氣氛 同時呼應今年療癒樂活的主題 觀光局更請來台灣正宗的腳底按摩師傅 推廣足部按摩的養生之道 吸引不少南韓民眾體驗 去年台韓雙方交流人次達到160萬人次 今年1月到4月的互訪人數為68萬人 其中南韓赴台人數佔38萬人 和去年同期相比成長34% 交通部觀光局希望透過這次觀光博覽會的機會 進一步宣傳寶島觀光特色 帶動南韓旅客 游台旋風 在說明天神科目是否比較長才行 還有實力感 那已經看到了 下山手之一 人 ER度賽 這個位置 在說明天神科目 進去 從一國